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商品的等级固定为当前已解锁的最高末日等级 所以要想足够有效率的刷空降舱资源买装备 我就必须用很高的末日等级去打探险 很自然我就陷入了这样的矛盾境地 为了凑出传奇套装 我必须在较高的末日等级发探险 然而为了能打得过高等级的探险 我首先需要有传奇套装 最后我终于是硬着头皮刷低等级探险 虽然效率低了一点 但是也不是一点提源都拿不到 终于是凑齐了一套熔岩无妖 可以继续向上爬末日等级了 可以说是出师不利 要是重来一次 我肯定会选择 在尽可能低的末日等级 就刷齐传奇套装 接下来我经历了一段相对舒适的刷末日等级时期 我打当前最高等级的探险 收获空降舱资源 再用空降舱资源升级装备 我发现随着末日等级的提升 空降舱资源的获取量和消耗量都是指数增长的 这意味着 虽然要想随时保持身上的装备等级 能跟得上最高末日等级 会有那么一点难度 但是如果只是让装备等级 比末日等级上线低一级的话 会非常简单 我感觉这是一个好消息 如果空降舱资源的获取和消耗 都是继续这样指数增长下去的话 我应该可以顺利的爬到很高的末日等级 不过事事总是不如意的多 当我达到末日等级16之后 事情就开始变得不对劲起来 我发现空降舱资源的获取量 变为了线性增长 但是消耗量依然在指数增长 这样下去我还怎么升级装备呢 当我累的半死 终于爬到末日等级17之后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虽然升级装备的空降舱资源消耗 依然在指数增长 但是商店购买装备的消耗 已经和获取量一起转为线性增长了 我觉得这是在鼓励我 多从商店购买装备 凑出不同的配装去打碳线 而不是用同一套装备不断向上升级 好啊说干就干 我根据当前商店的内容凑了一套熔岩珠配装 那么效果如何呢 请看演示 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 一来这种随便凑的配装 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强度打过最高等级的探线 二来从商店里面凑出一整套传奇套装 其实也很看脸 经常是需要反复刷新很多次 这个过程中消耗的空降舱资源 其实并不比升级装备少多少 到头来呢 我看还是应该选好一套强度足够高的配装 就用这一套装备一直向上升级 但是呢 我的老熔岩物要已经被我卖掉了 所以呢 我又花了好多时间重新从商店里面刷出来一套 啊这这一来一回的折腾真的是要掉一层皮了 不过呢 山穷水尽一乌路之际 正是屡万花名又一村之时 在折腾完这一套之后 我有了惊喜的发现 从末日等级18开始 升级装备的空降舱资源消耗 也转为线性增长了 并且呢 我逐渐开始获得APOG装备 所以就发现 升级APOG装备消耗的空降舱资源很少 取而代之的是 APOG装备需要消耗那么一些 异能提取物 那看起来 接下来的正图就是 将全身装备都逐步替换为APOG版本 这样就可以用能够承担得起的资源消耗 不断升级这一套装备了 但是打探险获得的APOG装备实在是太少了 那看来是时候转向试炼了 大概在末日等级23左右 我正式进入了试炼 这个时候呢 我还打不过试炼最后的仲裁者BOSS 不过没关系 试炼里面有一些奖励房间 可以掉落指定部位的装备 我就选择靠这些奖励房间来刷APOG装备 我还查了一些资料 知道了一个退出到主菜单大法 打完一次奖励房间之后 可以直接选择退出到主菜单 这样再次进入之后 会消耗掉一次重视机会 但是可以立刻再打一遍那个奖励房间 用这个方法刷试炼 会让效率提高非常多 没过多久 我就把身上的装备全数替换为了APOG版本 这下子呢 升级装备的资源开销 终于能够承受了 之后我又利用这些奖励房间刷了一点等级 在大概末日等级27左右 我鼓起勇气尝试打了一次失联全程 在全新装备的帮助之下 我终于能打过仲裁者了 从此之后呢 我就开始了天天刷仲裁者的快乐生活 没错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角色 打中级的体验 我觉得说自己陷入了精神内耗啊 是完全没问题的 内心戏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过程中呢 我犯了好几个错误 比如我过早的提升末日等级 结果呢 打完剧情之后 凑不出来转系套装 也打不过探险 再比如我太晚开始打失恋 其实呢 到16级之后 就可以直接开始打失恋了 我却一直在探险里面挫挫人声 而至于中间 我突发奇想的准备全靠商店购买来替换装备呢 那更是走了大碗路 但是不得不说啊 这一段经历的确是足够难忘了 我充分体会到了 这种刷子游戏 从剧情阶段过渡到终局刷装备阶段 可能有多么困难 那么好 这期视频聊了我自己并不那么顺利的体验 那下期视频里面 我就给你介绍一个 如何真正高效的完成过渡的方法 还喜欢我步步深挖游戏乐趣的故事吗 点个关注不迷路哦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的观看